在去年的時候我離開了台北的工作 那我選擇回到我的故鄉家 一開始經營我的工作是叫平反職業 那其實這個故事應該要從2021年 我那時候很幸運有一個機會 就在台灣世界獎丹任去當一個主場館的策展 這是我第一次策劃一個大型的場館 也是我離鄉那麼久以來 第一次有機會出去跟家鄉有反而作弊 那在策展的過程中 我感受到一種跟家鄉一種非常深的承辦跟聯繫 我好像越來越知道自己從哪裡來 那為什麼成為今天有這樣子的事情 那這股的力量一直召喚我的空虛 那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每次回到家鄉做這些創意類的工作 我覺得我可以想辦法去找到一種 全市地方的新的觀點 並且去創造出某一種在地的光榮感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也成為了我第二個可能突破框架的氣質 我們的工作室的名稱就叫平反製作 那其實為什麼叫平反製作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其實往往最動人的事情 不是那些很光鮮亮度的事情 而是隱藏在最平反的東西裡面 那這些事物呢 其實讓我們不斷的可以去反思自己的生活 還需要什麼 絕大部分的我們一輩子都終將平反 但是我覺得平反它意味著你對自己更深一層的認識 因為人生其實是一個沒有答案的深入體 它甚至不是選擇體 因為不該有別人的選項 它只有你自己要為自己的人生寫下什麼樣子的生命復始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擁抱自己的獨特 並且能夠接納自己的評判 跟認清自己的獨特的心理 在迷惘的過程中你要想盡你的力量 並且帶你迷惘繼續往前 小時候就是一個很活在別人期待力長大的孩子 但是我覺得其實也是 人的一輩子很短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獨一無二的生命趣事 至於別人期待你怎麼樣去做 或者別人希望你成為什麼樣的人 那其實不重要 人生最大的成就應該就是活出一個最完整的自己 我覺得其實人會在每一個當下都會感受到 做什麼樣的事情會是自己是快樂的 或是你會感受到一種很大的自我實現 然後他可能 他這個自我實現感可能來自於方方面的 但我覺得 當你今天順著你的這個 新的直覺去做決定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東西就是 完整的自己的一個標準 不斷提醒自己說 這樣的時刻是不是持續存在 那樣的Spark 永遠在你的生命裡面出現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我覺得就是要相信自己 並且相信真實就是 只有你自己可以決定你自己人生這種ats 只有你自己可以決定你自己人生這種話 這樣 應該也是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